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仔 今天終於開了一隻我想開很久的cooler 就是這個蜂魔儀 插播一下 大家好 我是林仔 現在頻道會維持在24出片 星期六直播 記得按訂閱和鈴鐺 別錯過任何節目 有玩開電腦東西的朋友 應該都對連刀這個品牌不會陌生 這個牌子我之前聽說應該是日本牌子 不過我看不到這隻蜂魔儀的產品 竟然是台灣製造的 應該都相對不錯 耐心也有信心 之前我買過他們品牌的東西 有什麼呢 其實只有一款 但買了很多把 就是他們那把 連到GT1850 那時候我被騙了 跟我說150很安靜的 然後買回來一開機 沒有的 有個好處就是他們真的打穿我爛牌 性能給到你的 但我覺得靜的要求我會再高一點 現在先開一開這隻蜂扇 因為其實這款Cooler 為甚麼會 其實你見到一些出機 list 也有很多人會用這款 為甚麼我待會再說 我先抽出來這一盒 應該是配件包 然後呢 就是 散熱器本 就是 這款Cooler 蜂魔儀 其實會跟著兩把風扇 這把就是薄的刮一把 15mm厚的刮一把 這把我見到它說明是裝前面的 如果你撕走它的膠才是15的 如果它有避震膠的情況下就是17的 然後呢 散熱器本體上還有一款 就是有些少不同的風扇 它這支風扇跟我們平時的一樣 都是25mm 加了這些 加了避震膠之後呢 才會變成27mm厚 這支風扇跟剛才的風扇有甚麼不同呢 不知道你們看得出了 它們會反方向轉的 所以它說是有助去加強氣流 去貫穿整個Cooler 蜂魔儀的本體就是這裏 其實一看就知道 它是一隻雙塔式的塔式散熱器 甚麼為雙塔式呢 就是看到一塊兩塊 我們這樣叫做雙塔式 平時你看到那些會是單塔式的設計 這些就是雙塔式的 雙塔式有甚麼好處呢 就是你一來裝兩把風扇 還有一把可以夾在中間做三文字 另外一個重點呢 就是它可以保證到 你可以貫穿到更大面積的旗片 所以你的散熱效果和散熱面積 應該會比單塔式更大 當然說是這麼說 最後實際走出來是怎樣 我都不清楚 因為我都沒試過 真的沒試過這隻Cooler 就算幫朋友砌機 我都落開212 要不就落15S 所以要不就低 要不就很高 我中間是沒試過甚麼特別Cooler 我記得這隻風魔2的仇劑應該是400鐘左右 剛剛就放在我沒試過的Cooler的狗 所以就想試一下 會不會中間有些可以介紹給大家 或者這些大家玩開的Hot Model 都可以試一下大致上的性能是怎樣的 我特地用這樣的方式 只用一隻Cooler 目的就是試一下它介不介紹 相對沒有低B的介紹 甚至我覺得它的設計 或者你做下去的感覺 它跟Lotta很接近 或者跟BQA的貴的很接近 接著這隻Cooler就是六道管 六道管有甚麼好處呢 當然沒亂說 等一下那些五道管的Cooler 不可以打得很好笑 好了解剖回扣具 扣具裡面有一個龜頭撞螺絲批 接著是 4P1開2 因為雙風扇通常都會跟這些YK 接著就是它那套扣具 這套扣具 怎麼看都會異上過上次上那隻的 叫做甚麼 飛機杯 一定異上過飛機杯 一定喔 一定喔 它做了一些風扇的夾 接著它有一對 應該是一對來的 特別是寫到明 是給它那隻Slim Fan 因為它那隻Slim Fan 比我們平時的風扇薄一點 所以一定要用它專用的那套 然後就是有分各兩套 即是4條可以讓它另外一把或者再加多一把上來 最多它有三把風扇去安裝 然後扣具就這樣 應該看起來又不難安裝 散熱狗就有一套 就是這樣 為了我們試試這隻Cooler 究竟可以吃到有多厲害的CPU 我決定拿一些真的熱的CPU出來跟它挑機 今天呢 就要拿Intel平台 就是10900K 那為什麼不拿AMD CPU呢 因為595X我還在做一些研究 所以我懶得拆它 我只是弄顆10900K 這顆的東西 燒了就沒人理會它 哈哈哈哈 那又是到我組裝的時間 其實我發覺組裝的時間 對我來說已經不是什麼特別的東西 純粹是讓大家看看這隻Cooler是否容易組裝的 那我先把它的背板拿出來 這隻Cooler很有趣 又是像我上次說 它會支援LGA-775 但是我經常說這些Cooler舊有的可以放棄它 那先看一下 按它這個洞 可以照樣把背板塞上去 放完背板之後 還應該要找回 這兩條東西 因為這兩條東西都是Intel的 其實你回看說明書就會知道 哪些螺絲 哪些扣具的配件 是Intel的 其實我剛才看完一次已經忘記了哪些是 哈哈哈哈 吐好背板之後 我們塞黑色膠質在這些位置 在這裏 我隊 這隻膠質擠上去之後 我裡面應該還有一個 我不會說 但它會擠住了東西 讓你不用怕 你不用怕背板會掉出來 即是現在這樣 你不用怕背板會掉出來 那當然不要大力塞 應該不是說什麼特別大力的 然後呢 就是 上回這一隊的扣 不難砌的 這一隻 我剛才光速 推完一次 都覺得這一隻應該是 輕鬆的 然後就是 另一邊 然後扭回這隻的十字螺絲 其實它很棒的這隻可以手扭 然後就上回對角 底座的部分 就已經碎了 如果我就這樣對比之下 說到粗口先 我覺得這一隻 這個扣具的裝法 是預裝別法的 其實扣具裏面還有其他東西 例如這四顆 就是給AMD那邊 很明顯 然後這四顆 就會是 2066或2011那邊 所以這幾顆東西 我們就用它不出 然後 就是擠一些KY 這隻KY 它沒有什麼模特兒 但是 很賤格 你看它 一扣它就掉了 你看它這一顆東西 這顆東西很長 但是它 喂 兩滴而已 擠完這次也是可以丟的 沽寒 隨心擠好像擠牙膏一樣 大約的份量 就可以了 接著要記得做一些 你們一定罵我不做的東西 就是 撕貼紙 對啦 撕了啦 混蛋 哈哈哈哈 再壓上去 壓的時候 就不用特意 給力壓住 它這個 扣它 HitSync上面有兩顆的螺絲 好像搭著橋 扣回庫拉 那邊 但是這個扣位置的時間 就要留意 不要一邊高一邊低 盡量都 令到它平衡 這個 口很難說 到你裝的時候 大約會知道我說什麼 HitSync就裝在主機板和CPU上面 然後就裝上風扣就完了 記得要找它適合的那一套風扣扣 不用特意怕會錯 因為它寫得很難錯 如果寫到這樣也會錯 你真的嚴謊老了 扣好扣上去 問高度 輕鬆扣 我喜歡用這種設計的扣 為什麼會突然講開這些 扣風扣的扣呢 如果有看直播或其他 應該有留意到 其實我一直有Dark Rock Pro 4 在旁邊用的 但Dark Rock Pro 4 它風扇的孔 我就不太適合 因為很硬 而且我會常常換CPU 它這麼硬我會撕得很辛苦 純粹是實在 其實CPU Cooler的性能很強 Dark Rock Pro 4 我上次試過直播 對比起D15 我記得是差1度 所以D15 S還有Dark Rock Pro 4 我會放在同級的Level上 所以我就看看會不會有些 便宜的CPU Cooler可以挑戰到 我這個地位 裝就裝完了 準備實測試一下 這隻CPU Cooler的性能是怎樣 這隻CPU Cooler試就試完了 其實比預期中沒那麼好 有點失望 先解釋一下發生什麼事 剛才我燒了 也是用我平常的設定 用這套機10900K 我標示了5GHz 然後加上了一點點電壓 務求在240多V的配置 我們在StressFPU的程式燒機 看看燒到多少度 怎樣為之要好呢 應該是你控制到在80多度左右 而保持都可以放得到熱走 你又不會因為風力不夠 風壓不夠 至於此類的積結 應該可以保持80多度 長一段時間 剛才在這個燒機燒到第10分鐘的時間 都發現到有些Core 達到100度 其他都不100度 所以這部份我是有點失望的 老實說 差點未去到一個 很完美的位置 而且始終這隻Core 價錢是400宗的價格 很難期待一隻 這些Core 可以在最頂級的CPU裏面 超級頻度做到一個很好的效果 如果不是D15S 或者DW Pro 4 出來幹什麼呢 所以最後來說 這個失望的位置就是 差了在這裏 開頭我打算保持 90頭我都給你過關 但它充到上100度 真的過不了就過不了 因為我現在這一刻 我們辦公室的室溫是23度 你不要忘記這一刻是冬天 如果我調轉是夏天的情況 進入了機箱的話 其實就更加超不到頻 當然你在預設的情況下 你想怎樣做什麼 當然沒問題 只不過強調 這隻Core 搭定級CPU 你要去超頻有200多W的 Page Power 吐出來 基本上效果是不理想的 只不過說是這麼說 但如果你搭回平價的CPU來說 這隻Core 應該都仍然物有所值 例如有什麼CPU 可以適合這隻Core 而你不會覺得它差勁 就有可能是56交叉 500交叉 或者是107K對落那些 其實那些CPU我都覺得可以 只不過這顆10900K 本身都不是什麼善男順女 在熱量方面 它一向都超級抽 只不過我是 原本期望再高一點 因為它始終是雙塔式 想著它的Performance可以再強一點 但未達到這件事 但你想回它的售價來說 達不到又不是什麼特別的問題 所以都還好啦 其實這隻Core 本身都做了很多奇怪的設計 令到Core 它多一點賣點和特點給你說的 剛才說過風扇有不同的轉向 令到它的風流量加強 然後這隻Core 很多的位置都可以避開到 RAM 或者主機板上面的供電氣性 其實它做了很多東西 令到這隻Core 的兼容性很高 只不過到最後就是 性能就差一點點 但整體來說 這麼易裝都可以給到一個不錯的分數 你說撇除效能的部分 因為它壓不到10900K 5G的關係 這部份扣得多一點分數 這隻Core 也有6分半的東西 就是這樣 起碼它Core 的底部都沒有特別奇怪的東西 扣具上有易安裝 其實這隻本身我都覺得 給新手玩是很適合的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如果你按一下價錢的話 這隻可以讓你選擇 如果你說400-5元按一下價位也不太大 可能你會選擇這400元對落 還有G-Lit的Phantom 這個給大家作為一個參考研究一下 我免得再差一點的CPU下去 沒什麼意義 百多瓦那些一定燒得50-60度 不知道燒來做什麼 就是這樣 今次的影片就到這裡 看看大家有沒有風魔耳玩的 用開這隻Core 呢 可以說到一點點 feedback給我聽 這隻Core 如果你在低階的CPU使用 是什麼環境 什麼情況 我都想知道 就是這樣 有什麼不明白 下面留言再跟我說 就這樣 拜拜